什么眼神 那是小鹿 这是你们家小鹿吧 一表人才 她跟我女儿啊 也是好朋友 还曾经啊 帮我打理我们家的餐厅呢 晨晨帮你打理餐厅 对 河豚餐厅 豚之味 还有热热酒 小门小店 我这个人啊 就爱瞎折腾 可那些客人呢 都不理解啊 多亏了你们家小鹿 给我弄了一个软件 带着同学们啊 一番整治 好可惜 硬生生地把餐厅 给整顿活了 晨晨这孩子 没给你们添麻烦就不错了 这孩子好 我以后得留给他 留给他 留给他什么 我那个餐厅啊 他绝对是金银餐厅的一把好手 你可别捣乱啊 我这个儿子 那可是要去美国念博士 当医生的 谁去你们家当大厨 你怎么不像 可是当医生的 你安静地保险看着呢 别说话了 别说 别说看戏啊 小光陪我在看病呢 不好意思啊 他不去了 黄小光 黄小光你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将那个女人发短信 算什么 我就知道黄小光这个人渣 我就知道黄小光这个人渣 小林 他不知道你上心 他不配 什么 陆宇辰这小子是提早上台的 本来呢 你跟小子还有几句台词 但是他提早上场 占用了你们对手系的时间 你说像他这种 打BOSS都能精确到秒的人 怎么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肯定是故意的 难道他是发现了我的阴谋 计划 不知道 像他这种这么低调的人 都能愿意参加舞台剧 就很可疑啊 你觉得他是为了谁来的呢 搞不好啊 就是想在舞台上做点什么 这小子 不但男主角跟我抢 连小子也要跟我抢 难道他是天上派来的六尔弥猴 专门跟我作对的 怪谁啊 你自己不把握机会 就别怪别人摘了你的菜 但是有陆雨晨这根脚屎棍子 我还怎么接近小子啊 找到了吗 找到盘棋了吗 没有 电话打不通 我连南厕所都找了 小林 你怎么了 脸色正差 我没事 你是不是饿了 要不要吃点东西 这样啊 咱们上半场呢 真的是非常不错 除了一点小小的插曲之外 大家表现得都非常好 小慈 我跟你说啊 你的声音其实可以再高一点 就好了 好 雨晨 你不要那么着急 说话可以放慢一点 好 真行 你不要太在意观众的眼光 你很帅 真蕾 你怎么了 来 我 我爸他又做黑暗料理了 我天哪 小慈 你爸做的东西 一直都是杀伤性食物 那你怎么没事 我当他小白鼠很久了 早就适应了 真蕾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生意怎么了 没事 完全不像没事的样子 哎 这种嗓子 待会怎么说台词啊 我可以说 四眼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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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说 先别说 是不是辣椒太辣了 小的出血了 那怎么办啊 听说 牛奶可以解辣 好吗 好点了吗 好疼啊 我的天哪 我们这个戏是中了诅咒了吗 吃个海鲜饼 都能这么倒霉啊 你们有没有听过 燕青十大传说之余的 剧场幽灵传说 嗯 几年前 有位 哎呀 你干嘛打我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